这里就是我们船上的垃圾处理站 然后我们船上的垃圾分类可以分为可降解垃圾和不可降解垃圾 像这边的是不可降解垃圾 塑料之类的 然后我们都是统一打包 然后进行存放 存放在这边 然后等我们靠码头的时候 然后我们统一下船 然后还分为一种可降解垃圾 刮果皮 纸之类的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是直接入海 然后剩下的纸箱子 盖瓶子 我们进行打包 然后到时靠码头的时候进行回收再利用 然后我们还设立了一个废旧电池回收箱 因为这个电池是属于高危害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这收集之后 然后统一到靠码头的时候 交给那个相关的人进行处理